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落報》我不說長有來了 我是余榮陽 也有鄭仲暉 輝哥 你好 大家好 《輕軌》最早那一期 已經通了車 超過一年 他們在哄哄其中一段 將來還陸續會起 現在正在做一些諮詢 諮詢是關於輕軌東線 輕軌東線圍到七點多公里 它起到的作用 照看內容 就不是達到一般市民的預期 輝哥對輕軌東線有些研究 你看一下有些什麼 東線當初是走裡面 當然是關閘總站 然後就經過這個黑沙灣公園 一路就去到金海山 轉出去新口岸 經過倫敦街 但現在有很多人就說 有些線消滅了 消失 我想這次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可能因為當時大家都忽略了A區 更加忽略了E區 現在A區又為了改變 可能用地有些少不同 或者D區不填 就是A區旁邊再多斬多久 不做D區 既然這樣的時候 那個輕軌 就算以前的計劃再拿出來 都應該是走了樣子了 我想呢 既然上次那個諮詢 都在講四五年前 諮詢就沒有用了 大家都 太過沒有統一的意見 就是沒有大多數人的意見 所以告吹都是 我覺得都是很正常 這次很多事情 不清不楚 什麼時候開工 羅勒文只能夠說 肯定 他用肯定 肯定這任的政府之內 會動工 就算當這任 當這任當然是最後的了 而講講一下 就未必是這任 而動工動多久呢 我們知道 現在淡仔走的那個 動工了超過十年了 是不是?動工不是表示 會很快搞定 我看現在東線 因為我們當初 看回淡仔段 都是十公里左右 這裡七點多公里 但是他的難度比他高 非常之難 不過看誰 我看他講 如果都是原班人馬 澳門那班去做 那就認真難了 那技術上都是有他的難度 老實講 他要做隧道 其實全部都是隧道 因為他是向… 地底 地底 水底 其實已經是水底 水底的地底 應該這麼說 這樣呢 其實那個難度是高的 但是呢 這個呢 就得到很多人的讚賞 就是呢 始終他們都會聽民間一些的意見 盡量利用些 我們講了無數次 你又可以說呢 聽些不聽些 既然聽些不聽些的話 一定是對的 民意呢 有很多說法的 有個東 有個南 有個西 有個北 你拿 適合自己的聽 就是呢 我們應該… 我自己 走地下呢 我就很歡迎的 但是… 你不收 你也是推崇 我也是 地下派 但是呢 今次這個走線呢 似乎對於解決澳門半島那個交通阻塞呢 似乎是完全… 不要說完全 有些幫助 這條路呢 可能它堵制就沒有這樣 都接近完全 我就私底下跟阿輝說 我說 他不重視澳門半島 他覺得來到馬國好 來到關閘好 已經叫做來到澳門了 因為澳門呢 現在官方的數字都不夠十平方 公里九點多而已 是啊 那我覺得呢 好像在內地 啊 一個站來到 這個鎮已經搞定 一個鎮呢 就是以珠海來講 前山屬於一個鎮 一個鎮已經肯定大澳門半島 就是我覺得呢 這個就是很可惜 就是它現在呢 我大膽講呢 他們忽略了澳門現在交通阻塞的問題 他們現在呢 只是想發展 或者不是發展 想交差 做到 你這樣說是不對的 不要教他們發展 嗯 他們在發展 就是那個離島 因為呢 這個呢 我覺得呢 是看回內地的發展 都是這樣的 是嗎 很多時候老區呢 因為問題太多 太複雜 他們就是 因為大把地 那這個你參考就容易了 講老區 就離不去廣州 嗯 但是廣州地鐵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建造很好 嗯 經常說澳門 如果一起 如果是地鐵的話呢 就會阻礙上面那個交通很多 但是如果你在這個2020前 早八年開始讀工 什麼辛苦都過了 我老實說一件事 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 如果現在呢 那個始不是始於足下 始於老根都沒有 是嗎 就是想都沒有想 沒有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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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都沒有想 就是呢 其實呢 我們現在呢 最大的問題呢 那個交通呢 還是在澳門那裏 還是在澳門那裏 那大家呢 就是當然了 我又講過的 我講過的話 我一定要是 負責任 要承認 不要緊要 講了可以調整的 我呢 可以調整 不要說完全 相反 黑變都霸得可以調整的 我呢 現在就真的勸喻呢 他不要做澳門的輕軌 我勸喻 但是有個先決的狀況 就是 如果他在地面上起 你就不要起了 是 但是你在地上起呢 包括 這個輕軌也好 地下通道也好 我就非常贊成 那我以前講的那些幼稚的提法 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 就是說澳門做些地道 行車的 無論它是任何形 一個口字形 交叉形 還是米字形 米字形 你想好 二字形 因為你只不過都是十平方公里 這麼大的地方 是啊 三乘以三 三乘以三 三千公尺直 三千公尺中環 就搞定了 是啊 就是我們當然 講就容易 但是 現在 你現在在海底上起一條隧道蓋 李兄貴 都是講一下容易 一樣是做的時候 不容易的 但是 這樣說不容易的 有人去承包 是吧 但是這樣又怕利益輸送 所以有些的團體 和有些的界別 已經提出了 喂 你要搞清清楚楚 但是通常這些聲音 會被視為是反對派的聲音 嗯 我想呢 避嫌呢 就是 可以做一些的手段出來的 當然 啊 就是你有張良計 他有過長梯 我不理這些問題 因為呢 站在市民的角度 我們看兩樣東西而已 審慎理財 第一樣東西 你審慎有個基礎的嘛 嗯 難道你兩年全澳門的儲備 這樣叫審慎理財 基本法而有規定 我們的收支呢 最緊要是差不多平衡 兩日為出 是的 兩日為出 所以這個呢 就是避免了利益輸送的一條底線 那這幾年呢 沒有差不多平衡 做得很好 嗯 就收入很多 支出之後呢 仍然有很大缺的 基本和超額的儲備 沒有 就是隨便說兩日為出就拼了它 是的 那所以呢 就是有這個這樣的底線在這裏呢 你們的輸送也有一個限度 又是時間有關 是 不如給阿輝哥你發表 嗯 你看現在這個東線 他正在做這個諮詢 嗯 你有什麼希望他會做的呢 我們 不做那些不值得 我們不要說其他事情了 是 因為你說我們不如 那你想去哪裏就好了 因為這個已經是 脫離了這個計劃 是的 你直接不說 那我想呢 這個東線呢 其實東線呢 我是贊成 就是他走海底啦 因為呢 你已經是沒有機會 因為還有一個問題呢 是 天氣問題 就是一到八號風球呢 是 現在都是希望他全天候 是的 那所以呢 他走地底去呢 那也是呢 那當然呢 澳門將來那個A區 或者 以後的附加A區 或者D區 是的 那這裏呢 其實住的人 住的人都很多 但是 像羅勒文司長說 要等中央批 嗯 他都說有點難 嗯 因為那兩個區呢 A區 我們不要說D區了 就是A區 還有那個E區呢 其實將來呢 是澳門主力發展的地方 因為你的E區發展呢 是將 那附近 那附近這一段呢 全部融入去 不過我聽你說呢 講講講講都挺崎嶇的 是 有些崎嶇的 是 所以呢 那這裏好像有六個站 是嗎 是 六個站 你這麼聰明的 背得這麼熟 背得熟了 那我覺得這個呢 當然我們現在不知道 到時的人口分配 和人口的籌密是怎樣 是 當然他們會計算到的 人口的籌密呢 就變化不大 就是已經有那個總體規劃 就是說 預測去到2040年呢 人口去到80萬零 8千萬 但是始終呢 是澳門半島 特別是北區 最多人 是會比較密集 因為高樓大廈都 臨立 老實說 你現在那個A區呢 是我的印象呢 我不要叫它做東區的 其實它是東區來的 是 我也算它是北區 是 所以呢 北區呢 現在已經有個基礎裡面呢 在澳門呢 在可預見的50年之內呢 它也是最多人口的 我現在看回很多公眾的議論 就是多數都是網上 或者報章報道的人說了 似乎大家都不是說 說很多關於做家了 雖然都說都要管好它 他不知道 不是 第一不知道 第二呢 覺得你合理的話呢 你做好它 反而做家呢 似乎不是最重要的 是吧 那我也覺得是 有監管就可以了 希望呢 做家就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 那個路線的走向 能夠 方便到居民第一 旅客第二的 但是呢 我們現在看到呢 即是看到的 都是遊客第一 居民第一 那不是很好 那你現在這條線的走法 這個不是旅遊線 我都說了 我不再說它通線走裡面 因為已經不會再 目前 不會有這個計劃 如果你說整體 是不是好呢 那我不想斷章去 如果整體來說 不是一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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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認為 是的 因為你是幫不了 澳門本身的交通 的疏洩 但是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個輕軌走地下 可以成功的話 我們不如想多一些地下 可以走其他車 包括巴士 巴士專線就是下面 我經常都十里的牙位 沒有這麼說 但是我真的有一樣東西 我提到就是 希望有一個地道行車的 現在行車呢 就可以視乎實際的情況 禁止到那些車通過 而被救傷的車去通過 因為如果我們 其實我們現在講講 將重型車走在下面 將輕型車走在上面 或者反過來 任你怎麼計算 總之安排好它 是的 因為現在大家 是鬥了 現在 其實這條馬路 是鬥了 大家都是 其實是 好像我們在 遊樂場 馬路都用得盡 甚至連車位都減了 我再減了 老實說一件事 現在還不去想澳門的路 怎麼通呢 而是將我們的精力 和財力 只是去了 一河兩岸 和橫琴 和路橫琴仔 和將來的區域融合 會不會是 我們是為了整個區域融合 但是因為整個規劃來說 區域融合是其中一個環節 本身澳門的交通的暢順 是一個環節 但是現在似乎 那個區域融合那個環節 佔的比重 是多於本地 最急需的解決 交通方法 即是有一點點失衡 我們市民目前最需要的 你不要說我們短視 當然是短視 我們只有幾十年的壽命 如果我們一百年的事情 好像不關我的事 大家不要只聽我和輝哥說的 希望你們自己都發表意見 因為這個東線仍然在諮詢 即是和澳門城市總體規劃的諮詢 同步進行 以前澳門人經常說 沉默 但是現在大家多說一些 爭取 多謝輝哥